第九集,姚志明利用麦成欢得偿所愿 麦成欢出任姚志明的秘书以来,他每天早出晚归,兢兢业业工作,何东劝他不要这么拼命,应该劳逸结合,让他早点下班,还给他推荐了味道和环境都绝佳的餐厅,麦成欢坚持要等到下班才走,姚志明全看在眼里 他警告和东部许多管闲事 新家亮下班来接麦成欢,麦成欢还没有想好怎么处理他们之间的感情,对他置之不理,新家亮在大庭广众之下撒娇耍赖,麦成欢只好上车跟他离开 新家亮带麦成欢来看父母给他们准备的新房,只要麦成欢喜欢,马上可以过户给麦成欢 麦成欢想凭他们俩的能力买房,不想因为房子被他父母左右,新家亮却不以为然,麦成欢猜到新智山送给他房子侍卫酒店招标会的事,新家亮对此共认不讳,拜托麦成欢在姚志明面前说好话,麦成欢无能为力 麦成欢早无意中发现同事帮新家亮起草婚前协议书,他立刻弟弟打电话通知麦成欢,新家亮对此毫不知情,麦成欢很生气,没想到新家亮父母竟然用这种协议贬低他,他赌气和新家亮告辞离开 麦成欢独自来到黄浦江边散心,想起姚志明提醒过他在新家除了厨房和花园是他的舞台,麦成早担心麦成欢,一下班就来江边找他,对他好言相劝 麦成欢本想和新家亮过平淡的日子,结果被新家人搞得一团糟,他发誓要凭自己的能力改变命运,麦成早看到他渐渐释怀,才放下心来 刘婉玉听说三合里弄堂拆迁的消息,他喜出望外,精心准备了一大桌子菜,把麦成欢和麦成早都叫回来庆祝,刘婉玉和麦来天商量用拆迁款在清浦买一套大房子,麦成欢觉得清浦太远,建议在市中心买一套二手房,方便麦成早上班 刘婉玉均坚持要在清浦买房子,麦成早也支持父母的决定 新家亮怒气冲冲回家来找母亲陈德经理论,才知道婚前协议这个馊主义是新家力出的 新家亮把一枪怒火全洒在新家力身上,新智山下班回家得知此事,把陈德经和新家力狠狠教训一顿 他费尽心思才通过麦成欢搭上姚志明这条线,结果被他们搞得一团糟,新智山赌气摔门而走 饭后,刘婉玉和麦来天商量去清浦买房子的事,麦成欢不想让他们住在郊区,发誓好好工作赚很多钱,让父母和麦成早都住在市中心 新智山亲自登门来拜见姚志明,极力和他套近虎,拜托姚志明在招标会上给德山家居机会 姚志明满口答应,还让麦成欢去送新智山 新智山为婚前协议的事向麦成欢赔礼道歉 拜托麦成欢不计钱嫌帮德山家居说好话,麦成欢当面拒绝走后门,希望德山家居平实力在招标会上拔得头筹 何东躲在一旁听到麦成欢和新智山的谈话,他如实向姚志明汇报 姚志明听说新家和麦成欢签署婚前协议,气得咬牙切齿 要当众揭穿德山家居行会的黑幕,何东担心此事影响麦成欢的前途和婚事 姚志明不愿意让麦成欢嫁给新家亮 招标会如期举行,参加竞标的家居厂家准时到场 他们都派代表发表演讲,新家亮代表德山家居上台发言 丹尼斯让参会的厂家暂时退场 评委们要商量最后的结果 姚志明向评委提交了一份德山家居给麦成欢回扣单 评委们经过磋商,最后选定天河家居 新智山以为胜券在握 没想到姚志明提供了德山家居在酒店520促销伴手里的回扣单 新家亮承认这个折扣是他批给麦成欢的 新智山当众宣布麦成欢和新家亮的情侣关系 一口咬定麦成欢利用这层关系向新家亮要回扣 麦成欢百般辩解 新智山根本不信 姚志明赶忙找出来为麦成欢解围 珠宝乔突然站出来指证麦成欢享天河家居泄漏标底的邮件 新智山认定麦成欢和姚志明联手给新家亮作局 强行把他带走 麦成欢来找姚志明理论 质疑那份回扣单的事 姚志明承认他早就见过那份回扣 并且认定麦成欢享天河家居泄漏了标底 麦成欢把事情来龙去脉捋了一遍 终于明白姚志明一直在利用他对付新家 然后把丹尼斯赶出局 姚志明对此共认不讳 麦成欢很寒心 他一直觉得姚志明很照顾他 还和他一起去看奶奶 没想到这一切都是假象